这个青少年在这暑假行为偏差 又出了状况 就是在高雄大辽区有一群青少年 他们沉迷在网咖里 字命是什么韩风 在网路上面分别以韩字为首 组成了暴力集团 动辄暴力相向 这次还因为毒品纠纷 纠纵砍杀对方 被害人伤中缝了60多针 警方稍早将他们一网打尽 有关这个消息 我们先连线给记者冯伟涵 好 主播观众 一群青少年骑着机车 来到被害人住家门口 发现被害人在家中立即冲上前 手持棍棒开山刀 就对着被害人一阵猛打猛砍 将被害人砍成重伤 还因此缝了60多针住院观察 我们赶紧来听听警方说明案情的经过 为毒品的一个纠纷 争执起口角 然后他们纠纵以后 以开山刀棍棒 殴打这个被害人 好了 这群暴力集团平常混击网咖 在网路上以韩字为首命名 不管是在通话群组 或是脸书上都是以韩风为名 由于居无定所 又没有正当职业 一群人就靠着贩毒为生 只要有毒品纠纷 或是买卖引发冲突 这群人就会在网路上号召 纠纵斗欧寻仇 行径相当嚣张 许多被害人敢怒不敢言 警方接过情知 连日锁定 将他们一网打尽 移送法办 而这群平均不到20岁的青少年 恨行相礼暴力相向 最后终于尝到苦果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